現在我們看到這間的話呢 是我們代號B9的標準私人房墓屋 B9的標準私人房墓屋 你看狗狗耶 哇小朋友一定超愛的 來看一下 這是B9 B9看到了齁 哇真的很有西洋風 然後一樣私墓屋的部分前面的潛艇 都會有一個就是桌椅區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幫我們看一下 哇好大 好大 看到了 看到了琉璃台區小廚房區 哇這個客廳超大的 而且它的兩邊你看它的窗戶對不對 都可以看得到外面 真的好像住在森林裡喔 對啊 看看 那一樣冬冬嫩氣 這個都是木屋 檜木的香氣 對啊 好一樣會有冰箱可以冰東西喔 對這邊會有四瓶 對因為它是私人房所以就會有八瓶 四瓶在冰箱四瓶在這邊 然後咖啡茶包之類的 然後房間有很多特別小點心的飲料 對 那個小朋友進來就 這個飲料好像也是國外的飲料 對啊 國外的果汁 果汁耶 不錯齁 對 好 那電視 哇它是一個像日式大家們的 然後合適房的感覺 好我們現在看房間 哇好大 請問一下這樣的坪數大概是幾坪啊 這邊的話呢 光是臥室的話 就大概也將近八到十坪 光臥室 所以這樣整個現在才應該快二十了吧 超大的 然後一樣它都會有窗戶 對 還是可以看到綠色的 對 哇 好舒服齁 對 那這兩個的話就是備用床嗎 現在下面是僑居耶 對啊 這是很像是日本人僑居的部分 對 裡面有很多那種那個景點 網美打卡景點 對 真的是很 相機那個什麼 會殺很多 對 容量會不夠要多袋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浴室 它的浴室部分就是小洗手台 然後淋浴巾 好這就是小木屋的標準四人房 標準四人房的房心 標準四人房就好大 是啊 整個房間來感覺就很寬敞很舒服